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通常在过去几年以来 我曾经去过几百个地方去做演书 今天这个自由族对我来说意义是很重大 是因为以前我小时候真的会走外面的小路 入到大闸 而通常我都是迟到的差不多 都是跑回来 然后就会上楼上的科室 在章春春这里陪我路过了人生最黄金的时间 因为在这里给了我很多很多东西 也都令到我以后的生命很厚 可以做议员 也可以达成作家的梦想 我经常说这个世界有三种人 一种人是萝卜 一种人是鸡蛋 一种人是普利茶盐 当然有一种混水 把萝卜丢下去 萝卜很快就溶了 这类人是没有自己的 扔鸡蛋下去 鸡蛋很快就会硬了 它改变自己 已经合到那盒滚水 然后扔茶叶下去 这盒滚水就会慢慢变成普利茶 然后这盒滚水就是我们的社会 在我小时候 我经常在想 五年后或者十年后 我今天可以做这样的东西 我那时候又监心 我在想 我成绩又差了 那时候我在这里输 成绩非常之差 而且 老师是非常之 但是如果我当时 如果如果有惩罚 有排行榜 的话 我应该去排行榜 因为我记得 萧应该都有罚过很多次 谢谢你们 是一個很貪犯 到我做作家也很貪犯 我不敢說我現在是成功 我只是一個起步 因為香港做文字真的一點都不容易 我記得我去年3月開始在Facebook page上寫文 其實剛剛好一年零一個月 很感恩在2月能夠出到第一本作品 當然其實過程是非常奇妙的 因為我想知道在在如果有看過我文章的朋友 我會給你掌聲 我想測試一下 哇 拍得好 因為我自己看了幾多東西 其實我小時候很喜歡做作家 很想做作家 小時候也試過追過同常單 我不是一般風順人 我記得我2003年曾經報過電台的愛情小說比賽 那時候小說比賽的冠軍是可以做廣播劇 我是很喜歡廣播劇的 然後我就寫了一個故事過去 結果贏了冠軍 很開心 因為我很記得那個星期天躲在屁股上等 等自己的故事成為廣播劇 等到9點半 結果過了亞軍 那個 然後啞了 為何要過亞軍 那個 然後寫了一封信他問電台 為何的 電台副法學就說不好意思 觀眾朋友 你有故事太難改了 你有故事牽涉一個昏迷的病人 我們很難用過課牽涉一個昏迷的病人 好 然後劃劇經歷文字創作上的低潮 然後有打擊的就是打擊 令我學會了平常心 大家記得追夢想 你不是為了後果而追夢想 你是為了追夢想的過程而追夢想 幾十年之後 可能你七八十歲 你想想起你十幾二十歲 最黃金的那十年 你曾經有些夢想 可能你做歌星 可能做作家 可能做很多奇怪的人 會笑你的夢想 不要緊的 你有做過 有追過 你不會後悔 但如果你甚麼都沒有做過 坐在原位 那這個就會成為你一個遺憾 對大家來說 可能遺憾是一個很遠的東西 但不好意思 其實大家已經開始起跑了 你自己想想 好像昨天才是小惡 今天已經是中學了 然後再眨迫 明天你就可能要面對公開事件 再眨迫 你已經做了事情了 人生最黃金的時間 亦是過得最快的時間 我經常覺得這十年 這個黃金十年會 每個人都不同 一人是二十至三十歲 一人是十五至二十五歲 對了 問自己 這一刻當然是任你 說你想做甚麼 我很想大家記得這件事 問自己 這一刻如果你又任你 你會做甚麼 然後問自己 十年後 你又沒有為你 又沒有想要努力過 因為之後我做 剛才提到的網絡劇 然後就沒有做到 之後就開始忙 亦都做了區議員 亦都開始做很多 不同大大小小的投作 日常的工作很忙 小子的一個婆婆來到 我辦事處哭 哭到飛氣 然後跟你說 我電視機懷疑了 但你不能害我請留意 然後你就要哄到阿婆 不用怕 電視機懷疑 就不是這樣每天 大致都有家庭法律問題 所以工作是忙忙 充斥著我每天的時間 但不代表我沒有上座位 我會很努力去寫溫 很多朋友知道我寫溫的地方 其實是在地點站 我在地點站 我沒有在台大 但我一天就寫溫 因為七點鐘有一個會 八點半就要開另一個會 那怎麼辦 中間有一個半小時 不如先寫一篇文交 可能是交給一百個 可能是交給雜誌 或者是想自己寫的 我都會覺得 每一個時間都要辦 而事實上 在過去的一年 是很感激我自己 除了寫愛情之外 其實我很喜歡寫有作用的文字 甚麼為有作用的文字 第一 我不喜歡寫一些文章的男情 我不喜歡說那些 讀者看完之後會哭到啤啤啤啤 然後哭完之後就當然沒事 我不喜歡 我喜歡是 我們本人總要成長 成長的過程 你找到一些叫做 頓伍 即是突然叮一聲 應該是這樣才對的 為甚麼要那麼傷心 我們應該要開心點 其實放輕一點會更加好 放輕一點就在乎自己 而另一邊 我最喜歡寫的文字 就是有作用的文字 我最喜歡的文章叫做 《趙天使》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機會看這個 我希望大家有機會的話 可能就看這個文章 是因為這個文章的結構很簡單 趙天使是說一位癌症病人 他喜歡了一個護士 然後他曾經約過這個護士 出了一天街 一直都很想養到護士第二次 但病不好 我跟朋友說 我一定不會養到這個護士 出第二天街 否則這個護士 就只能夠在我喪 在那裡見我 朋友就猜他 不然會這麼說話 但很幸運 那幾天他就過身了 朋友扮喪 當時有時想起 哎呀死了 為甚麼 他說過他喜歡那個護士 但不知道甚麼 不知道的 也都不知道哪一個醫院 因為那個護士轉了醫院 但各位是不方便上醫院問的 即是你當然打架 我都問誰護士陪那個人出街 是很噁心的東西 也都不適合的東西 結果他寫了一封信給我 那時候我都看到 大哥怎麼跟的 沒有跟的 不如試一下吧 寫了一封信 寫一篇文 寫一篇文的雜誌 寫在上面我的Facebook page 三日以來Facebook的share 可能三四千 大家很努力去找 這三日以來也有很多人找過我 可能有醫管局 但你問一問 君醫員 你有沒有找個護士 不可以 不聽別人說的 不是的 你寫一篇文 我說我找個護士 因為不方便經動處方 這是人情意外 當然我真的要找醫管局幫忙 寫信給他 否則不方便 結果很奇妙 三日以來有個女生 寫信給我 問我 那個男生是5.0.0 那時候 我啞了 我在街上 我只要回覆他 你是否就是那個女生 接著他就說 我要確定一下 你的護士跟我有七成不像 因為大家要明白 當然是七成不像 我只要知道你喜歡一個護士 跟他出了一間 我只要寫了一千字出來 等於大家中文作文堂 你真的要很努力 使用一千字 才可以加到一個護士 結果這個護士能夠去到男生的喪禮 在這裏 之後其後 因為這個文章 我亦都認識了黃翠宇 因為這個故事其實是跟黃翠宇的 我用了黃翠宇的師傅明白你的角色來做背景 增加那個感染力 而且大家近期看到黃翠宇的愛國青樓宇的 我覺得這裏不錯 以TVB的質素來看這裏是不差的 但是很多感激原來有個文字 我認識了很多朋友 印象亦都比較深 其實我覺得是我自己最夢想的過程 我也很想去幫其他同人追夢想的人 其中一個我記得有一個作曲人 有一個作曲人他做了一首歌 然後這首歌很有可能是TVB唯一一次的機會發佈的 可能是因為他懷彩不語 曾經帶他進入樂壇的根絲 就已經離開了TVB 他那首歌叫《參五步》 是陳梓鵬唱的 出街那天 大家會覺得這首歌挺好聽的 但沒什麼人會記得作曲人背後的努力 也不知道其實作曲人很有可能是一首歌就變成 後來我知道了一個故事 我寫了一篇短文 也都是用參觀部做名字 講述一下作曲人的歷程和其他人 很多年輕人去追夢想 其實在這個過程中一點都不容易 結果普戲劇性直接行進 過幾天給了他電話 跟他說我想再和你合作任何首歌 然後原來在我們灘國樂壇 那一刻只有KittyKits 就是《燈木太陽之際》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人很努力 為我們的能福去努力 其實在香港談創意 談夢想是否傻瓜 有時候很有趣 當你跟人說起你的夢想 有些人可能會笑你 覺得你不切實際 覺得你發小就夢了 但其實大家要記得 每天你的夢想要遭人嘲笑才有價值 你要感激曾經看不起你夢想的人 是因為你的夢想不是為他而實現的 是為你自己而實現的 現在這一刻我都沒有起步 你不可以笑我的 到我真的起步 到我真的有成績的時候 我會用最實際的成績 告訴不同的朋友 就知道了 原來我是可以做得到的 為何別人可以做得到 我不可以做得到的 這就是夢想 大家一定要記得 夢想是要你很相信 很相信 很明白 覺得自己能夠做得到 你才有機會 現在其實眼前 我出了書之後 其實出書是一個感恩的過程 很神奇 因為我記得那天 在下午三個小時去到書局 看自己的書 打算在第一天 就發覺沒有我的書 就想要死了 一定是在掣銷 這個作家一定輸給上架 於是看了很久 就看不到 於是便面膜 拱走他的書文傳聞 我想問那是甚麼 最重要的書局用來 然後那個人正在忙 但是倉上已經有位太太叫出來 就說 又問 留名了 然後那個男生就拿了一張紙出來 已經揭去第二頁 第二頁 頭兩頁已經敷了電話 然後就說 你叫甚麼名字 你留我的電話 我們連第二頁打電話 那時我是很奇妙的 我心想 是否代表全都賣了 我今天頑端打算來看自己的本書 看不到是開心還是不開心 即是有點矛盾 真的黏了 再我不服氣 我記得我坐車的對面海 對面海有一間書局叫成粉 是全香港入貨輪最高的 我到了第一時間 有個宋文署就問那個藍職員 就說我想問那本書有沒有 那一人出電話就說 那本書已經賣光了 他看著我 他就開始偷偷了 那我頭也跟著他偷偷了 接著他聽了機 他想不明白有些東西不妥 我看到我說不出甚麼事 但他等了五秒左右 剛剛有個讀者在旁邊買了最後一本書 就過來找我簽名 然後他就說原來是這樣的 原來 真是有趣 這個過程是證明了一件事 就是第一天 你這本書上架 我看過自己的本書 然後就 出版社同人要求加第二晚 然後一下去 那個過程都很奇妙 去到現在 第四份香港的樓的銷量 很有可能是上千個萬 就是那個樓的樓量 可以去到這個樓量 有一個文化界的前輩 托朋友跟我說 就說 以香港的新作家來說 你是一個很好的成績 你要加油 我很開心 我開心不是對於銷量 銷量高與低 其實對我們來說 不是對夢想有很大的阻力 而是我覺得原來香港人是會看書 這麼厚的書 他會賣 然後拿到車程看 裡面沒有甚麼插服 全部都是白白一字 但原來香港人是不會看書 經常都是小香港的文化沙漠 你看台灣很多人看書 香港每個人都在錄著一個螢幕 是的 這也是我第一篇文章 叫做Whatsapp 的最後上線時間 想提醒大家 我記得這篇文章是影響著我 為甚麼要做作家 是因為在2012年世界末日 盛傳那天我寫了一篇文章 叫做Whatsapp 的最後上線時間 我真的不明白 為甚麼我們自從科技出現了之後 我們要一直看著人家的最後上線時間 一直看著那兩個廳 然後一直在坦克八方 一直覺得傳出去的信息 要很快收到 在我們以前電話沒流行之前 我約人出街 我們約去哪個地理站 哪個出口 留上去留下等 如果你約得不好 那個約會就不見了 現在通常約完之後都是十五分鐘 在來的 不是 在來的都不會一直看著 我們我們的世代好像來得太快 快得很多東西我們都留意不到 所以其實我們很想去用文章給香港人一個方式 是因為我們有很多東西都只是看著螢幕 大家記住 當你很認真地看著螢幕 你在車層未必 例如你在玩這個2.46 想得到的什麼遊戲都好 你在很專心玩螢幕的時間 你是有個氣泡的 氣泡會將你包圍 因為在旁邊的人不知道如何和他們聊天 是不知道如何和他們溝通 原來我看到最嚴重的就是 一群粉絲吃飯白館都在拿著一部手機在那裡 救命 一頓飯可以不用有任何話題 但是我覺得這不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所以我自己會想 如果可以 我應該要寫一些文章去 令大家再跳出去看一看 其實在螢幕之外 我們有的是人生有無常 有我們應該要有的生活 螢幕之外是很吸引的 絕對明白 但是如果你能夠早點出現的話 很有可能你會比別人更快起步 所以其實在這裡我是好感激各位 我不知道這裡有幾位朋友會走書局 我希望你們能夠走那些書局 文字很不同的 跟其他媒體 尤其是文字是你可以自己慢慢讀 然後你自己腦裡會建構了舞台 這個舞台是屬於你自己的 你自己才會感受到劇裡面 三文裡面的感受 假如你看景象 我明白景象有幾個文字 最適合一個人靜靜地看 還有如果有朋友是不開心的 或者我經常都覺得有朋友不開心 大家要多點鼓勵你的朋友 真的不要 我記得我在中學 可能說在另一間中學的時間 因為我中四在另一間中學 那時候試過我班裡有個同學 經常被人合 然後每個人都不理他 大家知道每班都還有一個 每個人都合他 然後不理他 有一天我抽到跟他做直日新 然後兩個在做直日新 然後我一天我掃地去摸桌 他突然說了一句很TVB的句話 我問他為什麼他會合我呢 那我不理他 然後他跟著一句不中的電影 我問他有受一定的 那我更加不理他 何事呢 但是之後我記得隔了一個學期 他的性格就變得很快 又原本是一個比較乖 好像不太搞笑 變成聲勢扭飛 但他本身身材很矮的 就變成像彎花 那樣才是延遲到這條膠袋 結果就被人 沒多久就被人說了 然後後來我到整個中學生涯 都沒有見過他 我再到街上有一次 遇到他媽媽 幾年之後就做了幾個事 我問他 他問你啊 你怎樣啊 你叫誰啊 他媽媽靜了 他媽媽靜了 然後就跟我說 他說他退學之後 然後就沒有放棄了 之後就跟朋友玩 沒有什麼 然後 其後早紀念 原來有一宗黑方的殘殺案 他又在 他選了一個被人害死的角色 原來我看回 他媽媽問了一條問題 為何一個人在短短的時間 會變得很快呢 那時候我也是在想的 有時候我們身邊的朋友 發生了事 我們如果說話實戀了 你會哭 我實戀了 你經常說我看得出 完全不撕 不撕 不撕 或者是很挫敗 看得出去 快點死 好像這樣 都是很差的 原來有時候 除了老師 除了社工 你自己都可以擔當一個生命 影響生命的角色 如果有一天你遇到朋友 他遇到很大的挫折 真是的 給他一點支持 因為你是站在別人的 在別人的生命起作用 而我也記住 這個畫面 令到我繼續做議員 令到我繼續做作家 以及繼續做我的普利茶葉 我相信大家 不要做雞蛋 不要做萊伯 實踐夢想 你會有好像普利茶葉的感染